如果第一次来长沙这个城市旅行 你会不会选择岳路山 橘子州和五一广场这些地标 既然你已经在网上看到过无数次 这些耳熟能详的地标 为什么不在长沙这个充满着浪漫和情调的城市 来一次city walk呢 跟我来 用一天的时间穿越长沙的大街小巷 去感受带着温度的温度 在火车站下车 坐上面前出现的第一班公交车 来烈士公园 看着爷爷奶奶带着活泼可爱的小朋友 在烈士纪念碑前的广场上嬉戏打闹 见证烈士们用牺牲换来的岁月静好 年家湖边的爷爷带着哀姐在湖边锻炼散步 把退休生活过得充满韵味 漫步在这林荫大道里 看着远处的高楼大厦 不禁感叹 长沙能把城市和生活融合得如此融洽 在西门的小门出来随便打上一趟公交车 在这城区里漫无目的地游荡 看着路边的车和人出神 车很多 路很堵 但是没有一丝喇叭声 让堵车也变得不是那么烦人 跟着公交车意外到了湖南广电 那就先去边上的小吃街 甜甜肚子吧 一条小吃街就聚集了我能想到的所有美食 美食城市名不虚传 在广电旁吃饭 还是有着一点羊偶遇明星的小期待 但还是不出意料的落空了 广场上的体育设施和文创公仔 透露着这座城市的创造力和活力 边喝咖啡边休息一会 直接跳过午睡环节 正想着接下来该去哪 看到地图上那硕大的蓝色斑点 于是坐着地铁 当机立断去这大蓝班一探究竟 刚到松亚湖边便迎面吹来一股湖风 惊叹于长沙居然有着这么一块宝藏地方 辽阔的湖面 摇摆的芦苇 温柔的湖风 真的快要把人融化 看着夕阳慢慢给云彩染上粉色 在辽阔的湖面上显得一览无语 把这一切都蒙上了美好和浪漫 在湖边看着人们唱歌 聊天 相爱 被这个城市的点点滴滴所致欲 在长沙生活的人们 好像天生带着一种乐观和开朗 在他们脸上似乎很难看到烦恼 这就是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的人民吗